王磊今年有36岁了 别看他的年纪不大啊 可是他的寻母之路 却已经有35年之久了 好像坐在那个长安城附近 这真不知道 我现在没事 南直路457-2号 这个地址王磊花了三年的时间 进行寻找 可是却始终一无所获 这个看似普通的门牌 到底有什么魔力 为什么会一直牵引着王磊 不停前行呢 这个上天啊 这个上天 他们几乎以后照的可能是 这是王磊的奶奶家 从他只有15个月大的时候 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 王磊说 从他记事起 他的生活中只有奶奶和爸爸 妈妈在他的记忆里 已经模糊不清了 这个老相框里的照片 几乎囊括了王磊所有的童年记忆 我们发现 这十几张合影里 唯独没有王磊和妈妈的照片 哎呀 小妈妈 就是小妈妈 王磊的话 让我们心痛 我们注意到 在说完这些话之后 他的眼睛始终是紧紧地盯着一张 已经泛黄的那照片 一动不动 手指不自觉 联系在摸索的照片上 那个女人的脸 王磊说 他的妈妈叫崔国珍 听他的奶奶说呀 三十多年前 母亲崔国珍在老爷的策合下 和父亲相识 并结了婚 那个时候 父亲在武汉 一个刚开发的油田工作 收入十分的微薄 勉强能够维持生计 随着王磊的出生 本部富裕的小家庭 越发捉心见肘起来 生活的拮据 加上两地分居 让这对本来还算和美的小两口 逐渐地出现了矛盾 就在王磊十五个月大的时候 母亲崔国珍选择了离婚 没有抚养能力的他 在把儿子留给了前夫以后 便一去不复返 这一转眼 三十年过去了 物是人非呀 妈妈在哪儿啊 她过得好不好啊 她是否还记得 她这个儿子呢 找到妈妈 见妈妈一面 成了王磊心里最大的愿望 王磊说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时间里 她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妈妈 手里的这张 不知影印过多少次的身份信息表 是她现在找妈妈的唯一线索 开车或者她拿到她这个 从这个拍摄开车后的 不及的答案 就导致去问妈妈 这个小区 王磊已经不知来过多少次 这是离457-2号最近的地方 也是离妈妈最近的地方 一次次的询问 只希望能从不同的陌生人口中 得到那个她想要的答案 父母在她15个月大的时候离了婚 王磊归爸爸抚养 她除了七岁的时候 在妈妈工作的地方 匆匆的见过妈妈一面之外 在接下来的近35年的时间里 她的生活里边 再也没有出现妈妈的身影 如今王磊已经36岁了 找到妈妈 成了她心里最大的愿望 我们的记者带着她 找到了管辖派出所和社区 通过工作人员的认真查找 我们都没有发现 有价值的信息 这样的寻找 一下子陷入到了僵局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所有的线索全都中断了 难道说 王磊的寻母之路 就这样搁浅了不成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 打来电话的是一位姓王的女士 她自称是王磊的妈妈的旧同事 那天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 王女士正巧路过 直到我们正在找崔国珍 几经考虑 她给我们节目组打来了电话 我也不知道 她现在想不想认识一个孩子了 但是她现在这个举动 不挺感动的 王女士说 因为她并不知道崔国珍 为什么这么多年 没有找过自己的儿子 不知道她是不是有苦衷 但是王磊寻母的举动 让她很感动 再三权衡下 她决定 将崔国珍的手机号码 告诉我们 按下这串陌生的号码 希望电话里边传出的 那声悦耳的回响 我们心里默默歧挡着 千万别是那句冰冷的 极限的语音打了 顶着呼吸 耐心地等待着电话 那一段的回应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我们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接电话的会是王磊的妈妈 如果是 在听到儿子在寻找她 她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是激动 还是拒绝呢 当年她狠心离开年幼的王磊 三十五年都对她 不闻不问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呀 喂 你好 请问是崔国珍女士吗 没有 这句我是 让我们的心 兴奋到了极点 我们谨慎地 把和她联系的原因 说了出来 也许是因为这个消息 太过意外 电话那头 久久没有回应 没有太多的言语 只有一个地址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 崔国珍是想见到儿子的 我们相信 她对王磊的思念 远远超过我们事先所想 在得到确认后 我们立即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王磊 并决定在第二天 到崔国珍提供的地址 去找她 换点心意 看你妈去了 高兴 你又没那个床 没那个床 自从得知找到了妈妈后 王磊一直处于 紧张和兴奋当中 妈妈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 再见到她的时候 还能认出她吗 这些问题 营绕在她的心头 让她一夜窝 深呼吸 心情平复一点 奶奶为你高兴 这边这一年了 今天就像过年一样了 对 今天是对您来讲 最大的一个年 最高兴一个事 所以今天把新衣 或咱这脚都 也没那些脚都 全穿上完事 穿戴一心的王磊 看上去精神了 也想是要见到妈妈了 她有些紧张 调整了一下呼吸 我们准备向崔国珍 提供的地址出发 这些都是王磊 在兄弟车队的队友 听说王磊今天 要和阔别已久的妈妈 重逢了 二十多位队友赶过来 为王磊打气 谢谢各位队友 陪我 我的心里不紧张了 谢谢大家 都当我干活 在车上 我们把崔国珍 提供给我们的地址 告诉了王磊 太过意外的他 许久没有作声 太近了 林老妈 真的太近了 两趟街还没到 真没想到 三多年没见到妈妈 就在我跟前 就去找不着 王磊说 他现在非常的紧张 也非常害怕 我们不明白 他到底在怕什么 在我们的询问下 他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我现在 见我吧 心里也非常害怕 我怕打扰他的生活 如果想见还不想见 收化界 我们来到了崔国珍居住的地方 三十五年的寻找 此刻就要画上一个圆满的距离 上手啊 你找到五天 我们大伙都挺高兴 谢谢 过来看一看 谢谢大家 各位队友 谢谢你 谢谢 因为事先给崔国珍打了电话 所以他知道王磊今天会来看他 此刻 听到楼道内有声响 崔国珍早早地 打开房门等候着 等待这份 迟到了三十五年的金睛 妈妈也来这么多人 我再看见了妈 我找不太想了 不想吧 看个你 亲爱的妈妈 你是我的儿子 对啊 亲爱的妈妈 妈妈这小的妈妈 蛮小妈妈呀 一生妈妈 让无尽的思念得到了实现 让母子间的陌生 一举冰逝 见证了这场三十多年的 骨肉团聚 我们的眼光 也湿润了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这不妈妈 你儿子应该找你呢 有点啊 我知不知道 我是真早起 想见的妈妈 我就是 你以后又好了 你以后又好了妈妈 王磊这女儿一直在寻找 是啊妈 我也见不着不着的 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其实你们离得很近 就是擦肩而过可能就是 很见见 三十年的分离 崔国珍并没有一刻 停止对儿子的思念 她也曾找过儿子 可是 儿子住的地方 已经洞迁了 这两张照片 就成了她思念儿子时的 唯一寄托 这是小时候的照片 就在留着 想过她 我真是想过她 我不知道什么事 有什么办法去找她 这是十三个月的时候 我离开她的时候 那时候 我都不上过电视 我就不知道 上电视去找 我就想 想上她家那地方 去找找去 我看那洞迁了 也不知道是现在 还住不住那地方 去我打电 都说不住在这了 我说不住在这 那不住了 后来我现在没有 都没有多大心 本以为这辈子 都不会再见到儿子 没想到 却意外地再次重逢 说起当年 离开王里的原因 崔国珍感慨万千 三十多年的岁月变迁 改变不了母子间的亲情 得知孙女已经九岁了 妈妈穿好衣服 要王里带她去见一见 这个自己 从来没有眸过面的孙女 带着众人的祝福 母子俩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条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两个人却用了 三十五年的时间 彼此寻找着 慢点啊 妈妈 慢点 慢点 慢慢去 这道具 慢慢去 我那奶奶 这些奶奶呀 老妈妈呀 你老啊 想死我了 哎呀 那个外边还有没人 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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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别样了 进屋吧 走走走 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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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呀 老了吧 嗯 不像从现在 我就走到 那我也不认识了 不认识了吧 变样了 是不是啊 变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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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奶奶 好 对对对对 哎呀 帅呀 长这么大吗 谁呀 你看我奶奶吧 哈哈 以后就认识了 是不是 哈哈 我都没上过电视 我就不知道 上电视去找 我也想 想上他家那地方 去找找去 我看那洞前了 也不知道是 现在住不住那地方 去我打电 都说不住在这了 我说不住在这 他不住了 我说我现在 都没多大心 本以为这辈子 都不会再见到儿子 没想到 却意外地再次重逢 说起当年 离开网里的原因 崔国珍感慨万千 我那时候没有家庭 我在我妈妈家 说我也没法 扶养 所以我说你 你姑姑娘 你带回去吧 我没法扶养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我也一直也没见过他 思念 特别思念 我不知道我儿子 现在在什么地方 生活那是好不好 三十多年的岁月变迁 改变不了母子间的亲情 得知孙女已经九岁了 妈妈穿好衣服 要王磊带他去见一见 这个自己 从来没有谋过面的孙女 带着众人的祝福 母子俩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条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两个人却用了三十五年的时间 彼此寻找着 慢点啊 妈妈 我妈奶奶 慢慢的 我的奶奶 哎 你奶奶呀 老妈妈呀 你老啊 想死我了 哎呀 那个外边还有没人 你好 进屋 进屋 妈妈跟你样了 进屋吧 孩子挺硬的 走走走 进屋 进屋 进屋吧 咋呀 老了吧 嗯 不像从现在 我就走到 那我也不认识了 不认识了吧 变样了 是不是 变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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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呀 虽然 长这么大 你看我奶奶吧 以后就认识了 是不是 再次来到崔国珍家 是刚过完正月十五 不知道这对刚刚相认的母子 这个新年是怎样度过的 一进屋 我们便看到温馨的一幕 崔国珍安详地坐在椅子上 一边和王磊聊着天 一边给王磊着裤子 因为我以前缝红了 多想干净点啥就说 这有麻烦 有麻烦 这妈给你买的处的肥不肥啊 整完了行 挺好 妈妈正好 长短的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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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尽甘来 如今再想到那段 和儿子分离的岁月 崔国珍仍然是满心愧疚 这么多年了 妈妈真是太亏欠了 太亏欠了 亏在这儿一代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 我罪恨了 罪恨了 罪恨了 妈妈 我有罪 我真的 我有罪 我有罪 我罪恨了 慢死我 对不起你 妈妈 你可对不起你 我真的对不起你 别提以前的事了 妈妈 现在过得不真好吗 你儿子在你身边呢 过得挺好 幸福